李洪志关于老师的那些事 不传不存在的老师 在李洪志手写的个人简历 和曾作为转法轮附录的李洪志小传中 李洪志谎称自己 曾外四位高师修裂各种功法 他们分别为全觉大师 八级真人 真道子和不知名号的女师傅 李洪志胡说自己四岁至二十四岁 先后得到这几位师傅的真传秘书 借以神话自己 李洪志小传是这样吹大牛的 当他改变法轮功时 师傅们都回来了 法轮功的每一招 每一世都是在师傅们的指导下 反复推敲 演练 体验之后才定下来的 法轮功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佛家的东西 他集集了宇宙中各种神奇的力量 是整个宇宙的精华 后来李洪志害怕别人刨跟究底戳穿其谎言 便心虚地删除了这篇小传 却没想到有心人将手板转法轮扫描制成电子板 让李洪志编造假高师的丑态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会真实存在过的老师 李洪志1988年师从气功师李卫东学练缠密功 后又跟随气功师于光生学练九功八卦功 在这两门功法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泰国的一些舞蹈动作 东拼西凑搬出了一套法王功 但李洪志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 不仅新老经文中从不提李卫东 于光生的名字 还大言不惭地说 李卫东的功已经让我收了 他的功已经废了 自我标榜知识渊博的老师 这位渊博的李老师将光年荡成时间单位 分不清巨变和裂变 望闻生意地认为火星上很热 认为印之中有印度 对福利原理一知半解 却妄加比辟 胡说月亮是人造的 称地球只有五一年寿命 地球已经毁灭过八次 春牛杀不住车的李洪志 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形象 成了宇宙中的最高风 甚至连整个宇宙都是他李洪志造的 世人哪会买他这一套 这样的滑台下支搭机 只能让他自己成为永远的笑料